大家好,現在我又是在新加坡的佛牙寺 那這個佛牙寺是建成於2007年 由新加坡的前總統納丹總統開幕 那這個佛牙寺就保存有一棵傳說中的 釋迦摩尼佛的佛牙 那好,現在我又帶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這個新的仿堡建築的佛牙寺 那這個佛牙寺是一個仿堂的仿堡建築 是由一間中國的建設設計院設計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正門 它的正門就是有佛牙寺的橫點在這裡 然後我給大家看一下 那它呢,樓高呢是五層 其中呢,地上是五層 地下呢是有兩層 那我們先帶大家呢,就看一下 它這個寺院的大門 它的寺院大門 可能大家都會忽略的呢 就是大家看到 在這裡呢,就是種有幾棵樹 大家可能都覺得這個樹沒什麼特別的對不對 那其實呢,這個樹是叫做龍華樹 是由斯里蘭卡贈送給這個佛牙寺的 那這個龍華樹有什麼特別呢 那其實這個佛牙寺內大雄寶正殿中拱風的呢 就是彌勒佛 彌勒佛呢,就是在這個龍華樹下得到的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也是非常的難得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龍華樹開花耶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龍華樹的花朵 然後呢,我們看它的葉子呢,是細長的 那這個龍華樹呢 是2007年的時候 由斯里蘭卡贈送給這個佛牙寺的 但是2007年 贈送的那兩棵呢 因為生長的並不好 所以後來2011年呢 斯里蘭卡又重新贈送了兩棵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寺院外面呢 是左右各有一棵 但是我們看到這一邊的這一棵呢 它的生長情況好像就比較差一點 大家看到沒有 它的葉片好像都給蟲子咬了 所以它這邊的這一棵呢 就相對來說不是很好 然後這個佛牙寺的另外一個特點呢 它是作西向東 所以現在是下午1點鐘左右 所以大家看到那個陽光的方向 所以這個是在它的陰面 所以這是它的東面 然後 它這個大門前面呢 是有兩個這個金剛力士像 那這個金剛力士呢 也叫亨哈二將 怎樣分呢 好像是看它這個雕像的嘴巴 一個是張口一個是閉口的 就是一個是亨一個是哈 然後我們看到它這個雕像的那個特色呢 就看到它是雞肉非常好的 那這是仿唐的一種雕塑 因為唐朝的力士像呢 基本上都是這個風格的 然後 假如有 大家有去過龍門石窟的話 那裡就有非常多的金剛力士像 所以 我們來看 剛才那邊的呢 它的嘴巴是開的 然後這邊的呢 它的嘴巴呢 是張開 是閉住 閉著 所以一邊是亨一邊是哈 然後呢 現在我們就 走進去 那這間寺廟呢 其實是非常的 對遊客來說是非常友好的 因為它會讓你 在裡面拍照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這個建築的風格 就是比較 有一點唐風 但是 在一定程度上呢 也應該是有借鑑了 日本 寺院的 一些風格 所以應該說是 唐風跟日本風 相 聯合 然後 它這個 第一進庭院的 兩邊呢 就是那個事務辦公室 你看 那假如你要捐錢啊 或者什麼呢 就可以去那個事務辦公室 然後 它這裡 那些箱呢 也是 大家可以自由領取的 所以我呢 現在就 走過去 那它 這一個呢 就是 不是叫 大熊寶殿 而是叫 百龍寶殿 是因為它裡面呢 是有 它應該是它的 那個 佛像後面呢 有 一百條龍的那個 支錦啊 所以我們現在 進去看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 然後呢 現在我們就要進入這個 百龍寶殿 它現在呢 是應該有一些佛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 這裡呢 正宗拱風的是 彌勒佛 然後還有它的兩個 邪式菩薩 那現在呢 他們好像是在做 功課 好像是 唱頌的是 大菠蘿經 然後 在 兩旁呢 我們看到這邊 這邊呢 這邊呢 是它的 鼓樓 因為它這個地方 有於 空間的限制呢 是沒有辦法去建一個 真正的鼓樓出來 所以它就將這個鼓 放在這邊 然後下面呢 還有一個 關地像 然後這裡呢 就是 有很多不同的佛像 我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旁邊的 兩面牆上面呢 都是不同的 佛像 那 這些佛像又有什麼典故呢 那我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裡的 介紹 那這個就是說 佛說百佛明經的佛像 那 大家可以呢 仔細看一下這裡的介紹 中英文都有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 每一個佛看當中呢 都有一尊佛 那大家 來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這個拱佛的法會 就是在每一個佛前面呢 都會有一個 呃 佛 讓你投錢進去 那這種呢 在 泰國啊 馬來西亞啊 好像 都很普遍 但是在新加坡好像就 比較少 就只有在 這裡 才會 給大家看得到這種 然後現在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師父們在做功課 然後大家可以近距離的看一下 這個佛像 那它這裡呢 就是 也參照了一些日本佛式的裝飾方法 包括它上面的那個罩啊 然後它 所懸掛的那個琉璃燈啊 然後 現在呢 我就再 給大家呢 在這裡 360度的 轉影片看一下 以現象 那些 一路無漾 如果 東東 山西 南人 無奈 東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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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我们呢就不要打搅师傅们做功课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入这个佛像的后面 就是观音堂 那进到观音堂这边呢 大家就会看到很多这种佛像 那就是有什么虚空障菩萨啊 天守观音啊 那就是相对于每一个生肖都有一个相对应的 保护的菩萨或者天神 比如说这个虚空障菩萨啊 这个虚空障菩萨 虚空障菩萨那就是属牛的人的保护的 相对应的菩萨 那这个文殊菩萨呢 就是兔年僧人的守护本尊 然后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那个天花板上面 那些都是信徒们拱奉的琉璃灯 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呢 就是那个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那是龙蛇年僧人的守护本尊 然后我们就 再看一下这里 这里呢 有观世音菩萨以及两个邪式 这里的是那个自在观音的造型 然后呢 我们走到他这里后面啊 他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呢 可能喜欢求财的人呢 就会来喜欢来这里 这个呢就是藏传佛教的皇财生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里 他这里下面呢 有一个弹城 用着各种石头所摆成的弹城 那这种弹城也是藏传佛教的一个特色 然后我们再走过来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 有一条 这个是这个一般来说的叫做玉露石 有一个石雕的龙 然后假如我给大家 往上看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金龙的雕塑 但是这个金龙的雕塑有什么掌固呢 我就不是说特别的清楚了 那这里呢就是拱通观世音菩萨的元通电 在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的是这一个 这一个机器 那这里可以选择 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 然后呢 就可以选 你要奉献贡品还是捐款 比如说供品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是花灯呢 还是食品还是什么 比如说你要捐一个光明灯 那这五元购买 然后你就点圈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就可以用那个旁边这里付款 所以现在这个寺院里面的系统 也非常的先进 跟得上潮流 也能够用电子付款 这种现代的付款方式啊 然后我们 在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些佛像呢 都是在中国制造 然后运来新加坡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件雕像的制作工艺 其实还算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边 大日如来 不动明王 不动明王是属鸡年的 是鸡年出生的人的守护本尊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转回过来 进这个百龙宝殿 然后师傅们呢 现在还在念经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呢 不断要看下面 然后注意看一下 上面 大家看到 这里有一圈的雕树 都是龙形的雕树 然后这边 这个百龙宝殿呢 它的装饰呢 的确是非常的用心 然后 我们在这边呢 就看到 他的这个 钟楼 这个 有一个 刻着新加坡佛牙寺的 童钟 然后 童钟前面呢 是韦陀菩萨 那这个 韦陀菩萨呢 他的这个 简呢 就是 给他压在地上的 那就说明 这间佛牙寺呢 是不接受 挂丹和尚的 然后呢 现在呢 我再 回来给大家 再 看一下 他这个 百龙宝殿 真的是可以说是 金碧辉煌 佛像庄严 那我现在呢 就是在一楼跟二楼之间的夹城 那这个夹城呢 就是 接光堂 朱山长老 白圣长老 他 旁边呢 这里呢 就是绝光长老 绝光长老 就是在 新加坡跟香港呢 都 十分有名望的一位 圣人 这位是庙华长老 这位 是一位 圣女 这里 这里是 圆中长老 这里呢 是 靖心长老 那他这些都 做得非常好 然后 转过来这一边呢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一些 外国 寺庙 赠送给 这个佛牙寺的 一些 礼物 然后 这一位呢 就是 这个 佛牙寺的 创世长老 法造大和尚 那就是他 在 缅甸的时候呢 遇到一位 缅甸僧人 然后 这位缅甸僧人呢 就 就送送了他 一颗佛牙 然后 他将这一颗佛牙呢 又带回到了 新加坡 然后 就筹建了这个佛牙寺 那 当初筹建的时候呢 还向 社会 各界 捐 捐 请他们捐赠 请他们捐赠了 几吨的 黄金 那 这几吨的黄金呢 就用于 铸造 保存 佛牙舍利的 金塔 那个金塔呢 现在就放在 这个 佛牙寺的 第四层 灵光宝殿里面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呢 就是 泰国 的 长老 然后 所以呢 这个佛牙寺 他的联系呢 并不只是说 和 汉传佛教 有联系 他也跟 南传佛教 比如说 斯里兰卡 泰国啊 缅甸啊 这些呢 都是 有着 非常密切的联系的 而不只 仅仅 限于 汉传佛教 的范围 那这个呢 就是 佛牙寺的 夹城 然后他夹城后面呢 还有一个啊 就是 属于 功德堂之类 让人们拱奉 祖先排位的 那我现在呢 那就是在佛牙寺的三楼 这里呢 是一个佛教纪念馆 这个 博物馆呢 就是收藏佛教相关的 文物的地方 那我就 稍微 再带大家 浏览一下 假如大家要仔细看的话呢 可能就要 亲自来 这里 走一趟了 对不对 那我呢 就 在这里呢 先跟大家 走马观花 一次 我 我就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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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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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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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